早安各位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了解 究竟在澳洲Melbourne如果要開銷帳戶 究竟是要怎樣做的 基本上如果你要在澳洲開銷帳戶 你可以在香港普遍帳戶開銷帳戶 入好資料之後 你飛到來就可以交文件 以及做你的名證的確認 我們今天會帶大家 如何做這個名證的確認 開始吧 我們會坐Tram去市中心 坦白說,我在Melbourne也沒辦法坐Tram 所以這次也很奇怪 感覺很奇怪 現在在Melbourne要坐公共街道工具 例如是地鐵、Tram和巴士 有隻Mikki Pass 就是Mikey 基本上香港的巴探差不多 我現在居住在Kilda Road 所以一夜鎖到City Center 就有幾個Tram都到 以我認知 其實就這樣打開就可以了 是不需要打開的 而且Tram好像每一天 最高收費只是$9 所以乘坐兩次過了$9 你全人搭的Tram就不會再收你錢 甚麼有趣 Tram其實有一個位置 是在Zone 1裡 所以如果你真的居住在Zone 1裡 你基本上在Hop on,Hop off 是不想再收錢的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Melbourne站說 所有的公共街道工具 都必須要戴口罩 我們先看看 因為我始終不會下 要了解下哪個站 好,剛剛踏過Tram 初體驗 不錯的,不會太奇怪 比起香港的地鐵 就輕鐵 尤其是安全的 不過始終不熟悉一些站 所以就很煩 要經常看著Google Map 現在去到Collins Street 之後就走到我的Branch 那個Branch 留意著它派給你 其實是可以選擇的 不過我記得好像選擇 都在大街上才可以做 所以就走到銀行 如果我認識路的話 好,在剛剛的Common Wealth Bank 就搞定這個帳戶了 嘗試了很多次機會 去拍給大家看 但應該不是太好 所以最後都沒有拍到 基本上你在香港弄好帳戶之後 他們就會預設所有的帳戶 基本上你跟他們說 要你做一個ID verification 他已經有招呼你了 詳細一點,我稍後 回到一個穩定的地方 再跟大家說 好嗎? 就說一說 如果要去搞澳洲戶口 要怎樣做呢? 首先要在香港 Common Wealth 開一個Migration Account 開了這個Migration Account之後 他就要你進入個人資料 進入你何時期待來到澳洲 然後他亦會跟你說 究竟你是下什麼Visa 我當時也是選擇Adders 所以你說我未有Visa 我來PIP的時候 怎樣開帳戶呢? 我沒有Visa在身上 可以嗎?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他就會發電郵給你 確定了 其實你的帳戶已經開了 但是設計 不要把任何回帳戶 放入你的戶口 因為你的帳戶是未能用得住的 然後他就會發出這樣的信 這封信 其實就是你 identity verification 要做的東西 上面其實會有你的資料 你的名字 你的帳戶號碼 以及你要去哪個Branch 做ID verification 其實是可以選擇的 如果你在Melbourne Victoria 它在Main Center 其實已經有兩間選擇 而我認知不是每間Branch都可以做的 所以就選一間你就近的Branch 去做就可以了 最後我選了Colin Street Colin Street 為什麼我選擇呢? 因為我不太熟 其實Melbourne的Colin Street 在哪裡 也覺得在CBD中間就最好了 所以我選了Colin Street 基本上之後 你到銀行那裡 然後就跟他為我來做一個ID verification 他就會埋進去櫃位 其實埋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 你是不是已經申請了 已經 那你就跟他說 其實是呀 我在香港已經搞了一個Migration Account 也有這封的referral letter 那這封referral letter 一收到它 其實他已經知道你入了紙 還有那張卡 其實已經到我Branch Account 那有些人就說 其實你不用要網上聯約 就這樣可以開個Account 都可以的 其實是的 但是如果這樣的情況 你那張Depit Card 是不會即時給到你的 可能要另外寄到你的residential address 那裡 然後你也要準備你的Passport 準備你的ETA 即是你那張Permit 給你那張Permit之後 他就會拿去影印 還有你要提供香港的身份證號碼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給你一張Depit Card 這個就是他們的Common Wealth Debit Card 那其實呢 就是Master來的 但是呢 你已經是可以用來付錢 就是好像他在想的PayRave一樣 要做一個Verification 以及開了一些東西給他 那我的Branchist很好 就親自教我去做所有的事情 教我下載了Common Wealth Account 那個Bank的App 就即時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Transaction 看你帳戶多少錢 以及你也要支付卡 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 如果他不提供給你 你記得要問他一樣的事情 就是你要問他拿你的residential address proof 因為你PIP的時候呢 是需要這一張東西 以及可以的話呢 就叫他把branch code 把日期放進去 那就最好了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Alpha呢 其實是什麼時候會有些改變 或者你的CEO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那出齊了這些東西給你的時候呢 你就完成了 你就已經有一個可以即時用得的銀行戶口 那我怎樣入錢下去呢 他們的ATM呢 其實跟香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錢放進去 紙幣 好像有些銀行都可以的 又或者你去到他們的櫃位 這樣就多多給它 然後就完成了 不收錢的入錢 那所以就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亦都給大家一個idea 如果需要在澳洲這裏開一個戶口 就是怎樣做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多了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ubscribe 按下鐘鐘 下次有條新片呢 你就會第一個時間知道了 Bye